为什么美国的流浪汉里美国大兵非常的多 大家好,这里是张思玲 我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美国的流浪汉很多 但是在这些流浪汉中间呢 有很多是美国大兵 比比皆是非常常见,对吧 是这样的,是怎么回事呢 我今天回家,其实就是刚才 我在路过一个,就西洋西下 我在路过一个石子路口的时候 美国的很多这个石子路口 会有流浪汉在这要钱啊 每当红灯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走过去,然后举着牌子 然后说我很饿呀,我说无家可贵者呀 然后就要钱,然后一个呢 穿着很干净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包 然后呢,就是身上还有肌肉 穿着个背心,然后呢 拿着一个牌子,他说我很热 我很饿,我是一个无家可贵者 然后呢,就很白啊 他的皮肤,就是那种纯白人 但是阳光晒在皮肤上 你都能感觉那皮肤就已经晒红了 因为佛里达阳光非常的爆裂嘛 然后都是汉,还验那要钱 煮了一个拐杖,然后一瘸一拐的 然后由此我就想到啊 朋友们就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 流浪汉里有那么多的美国大兵 不是说美国是一个重视士兵荣誉的国家吗 不是说美国是一个军人待遇很高的国家吗 OK,那今天呢 你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首先说啊 我这个不代表公正的意见 也不代表很准确的意见 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社会调查 对吧 这个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感觉 或者我自己的看法 那么首先呢 我在美国其实不止一次的见过 这个前美国大兵在流浪 比如在美国的纽约街头 有很多这个越战的老兵 对吧 举着牌子 抗议政府发动越战 有很多的这个像佛州啊 德州啊这些地方 其实也都有很多流浪汉 就是前美国大兵 我包括前一段 我还跟大家讲啊 佛州跑了一个持枪犯啊 什么战后应急综合症 然后也是带枪跑了 也是一个前阿富汗战场 退下来的老兵 那为什么他们出问题的这个比率这么高 其实我这个是观察了很长很长时间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首先我们先说待遇问题 美国对于美国大兵 退役以后的美国大兵的待遇好不好 其实说句实话啊 还是不错的 不像有些人说的可能待遇那么高 就是说在美国啊 然后就你就如何如何如何了 确实是在美国 大家对军人有很崇高的荣誉感 比如说你出去啊 经常碰到有人请你吃饭啊 对吧 包括你出去啊 经常有人会对你投来比较尊敬的目光啊 比如说我就遇到过 对吧 当然我就比较不好意思了啊 我戴个102酷酱师的帽子 然后有一小孩过来 以为我是个退伍兵 我跟他说我不是 然后过来还冲我敬礼 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美国政府呢 其实给美国退役老兵的这个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服役了一定的年头 比如说不是 因为美国大量的士兵 他不是只当两年 他都是当了很多年头 因为美国这是雇佣兵嘛 他相当于是做一个职业在做 比如说你退役的时候 你会拿到一笔钱 你在役的时候啊 你有住房补助啊 你能带家属啊 你能结婚啊 你能这个那个 你去这个买房贷款 你能拿到最低的利率啊 但是这些呢 都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你不能是商残军人 可是我知道说到这儿 有很多人会反驳我 商残军人不是人吗 商残军人更需要得到抚恤 那我也问你这么一个问题 商残军人在哪儿都需要得到抚恤 商残军人在各国都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他们为国服役 他们为国争光 他们为国出生入死的 战争的决策都是上面人做的 送死的事他们来去 他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们在外面混了这么长时间 那他们得到什么了 他们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呢 没办法 其实商残军人在各国都是最惨的一拨人 为什么呢 因为军队给你的待遇再好 他给你免费医疗也好 他退伍后给你一笔钱也好 他给你低息贷款也好 前提是你要四肢健全 前提是你要有劳动能力 前提是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那可是很多的这个商残军人 他是不具备这个的 比如说他中过弹 他的腿瘸了 他的手是个商残军人 那你没办法出去好多工作 你就是没法做 他虽然说给你免了医疗 你的所有的看病政府给你报了 每个月你还有几百块钱的低保 或者是一点低保 你退伍的时候给你一笔钱 可是那笔钱很快会花完啊 对吧就算是给你的几万几十万 又能怎么样呢 你说这笔钱够干嘛 你也就是买套房子 那大家知道美国房子这个尿性 你要交管理费 你要交房产税 你没钱很快就又回去了 对吧 在家美国人生活并没有节制啊 花钱有地的 那很快就会把这个钱花完 或者他一离婚 那他就什么都没了 对吧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你说你伤财以后 你靠着那些点补助机 你能干嘛 其实什么都不够 虽然说看病 他不要你钱 他多少年来 他一分年都不要你 但是那你还是生活没着了 你还是你要出去要饭 你还是你要去干这些事情 这就是大量的伤残军人的一种战后的生活状态 如果这个人只是说他精神上出了问题 其实这种我觉得还算是幸运的 像大量的他腿伤了 他手伤了 那可真没办法 我就 在奥兰多我就见过好多这样的人 就是他去看病的时候 他挑最好的医院 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全美一流的医疗城 就接受军人的这个医保 他每次去那儿看病就一分钱不要 那但是他别的他在自己想折 因为退伍时候 他给你发的钱你早花完了 每月政府给你的补助就那么一点 对不对 那你说各国的这个政府 对退伍兵的补助 也不是说就完完全全 就把你一定给养起来 不是说你不用工作 我就天天游手好闲呢 就什么都能干 那并不是 在美国那他就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 那你拿着那么多几百块钱的补助 你没办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 我知道大家以前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 他其实是就是在讲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犯下的那些暴行 里面讲的就是 就是说 其中有一句谈所前期特别清楚 就是一个美国大兵说 说我们就是不管说怎么样 但我一定要回去 我不能四肢不见全的回去 如果是我四肢不见全的回去 如果再站不起来了 那么我就会被他们丢回国内 然后每月给我几百刀 然后就让我自生自灭 他就是这么一种生活状态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老兵 推以后他是过得不错的 因为他有这个工作的能力 工作能力他给你 你加上这种医保啊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再加上你自己能工作 再加上你拿补助 那你当然过得很好了 像有些上层军人 他没有这个工作能力 而且呢 大量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 一个通病没有 就是美国只要是上街流浪军人 大量是什么样的军人呢 他是参加过战争的军人 你知道吧 其实这个问题在各国都有 就日本战后也有这样的情况 日本战后大家知道 在街上天天也不叫流浪汉嘛 就是天天也不工作 就是天天都打架 这拨人是谁嘛 就是当年 就没死的这帮神风特工队员 美国也是 美国都是从什么 伊拉克阿富汗战长回来 什么越南战长回来 这帮没死的人 然后最后成流浪汉 这些神经病的去枪杀人的 也都是从战场回来 也都是从战长回来的这些人 为什么 他们在战场上 本来就受了创伤 他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就是这个身体出了问题 然后这样以后呢 那他们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环境下 那又拿到了政府的一大笔补助 比如说那你全息全影的回来还好 你没全息全影的回来 你精神出了问题 或者你受什么刺激了 或者是这个 你手脚断了 那你回来以后 你只能干嘛 你说你 人回来了 是政府给你发了一笔钱 但你已经成了一个残疾人了 你想你一辈子没有手 一辈子没有脚 那你就是接酒交仇呗 就是出去又抽又喝 又找女人呗 那最后你能变成什么样呢 你最后就只能变成一个社会的渣仔 社会的废物 所以说这归根结底这些东西 还是美国到处发动战争造成的 真是到处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 凡是经历过战乱的国家 他就给军人的 他就给退役军人的待遇再好 他也会造成了一大批这种社会性的 咱们叫什么流浪的这种老兵吧 反正总之是非常惨啊 这些老兵 其实我看着 我个人都觉得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 因为可能有大家说 那美军的亲爱着 因为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首先你看到 又这是个人 他干嘛呢 就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是 他的胳膊 就那么烈的太阳 这胳膊都村了 你知道吗 他也不是村 都是汗 都有点烈了 然后完事了 他一拳一拐的取着 那个走近了我才发现 他排在上贴着两张照片 是他在 也不知道是伊拉克 也不知道是阿波汗照的 然后回来以后 就是伤残军人 就那个样子 说实话 你看着还挺心酸的 因为大家嘴上骂着说 美国到处侵略 美国到处这个 美国到处那个 但最终最终 你说受到伤害的是谁 还是这些老百姓 还是这些被送到前线去的炮灰们 还是这些到前线去 他那个什么的这些军人们 你说真正赚到钱的是谁 真正赚到钱的是美国老百姓 真正赚到钱的是美国 打穷了美国 打穷了老百姓 打出了经济危机 打废了士兵 最终谁拿钱 最终这些寡童拿钱跑了 最终华尔街拿钱跑了 最终军火商拿钱跑了 最终各种政客拿钱跑了 那最终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说你这整个的这些系列事 就给人的印象 就非常的不好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他的这个 这种体制下 很多人说美国的给军的这个福利待遇不错呀 为什么这退伍兵还这么多上街要饭呢 或者说这么多去当流浪犯呢 他就是这个原因 好吧 这单只是我个人的认为 或许不对 也只可能是一个浅显的认为 但是我觉得 就是究其原因归根结底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才导致我们在美国 大量的城市能看到老兵 这些老兵都有共同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要么就是伤残 或者精神障碍啊 要么就是他们共同都上过战场 凡是大家看啊 就是就是这种人是哪的最多 就是陆军的还是最多 对吧 因为陆军要打地面战 最最少的两个兵种是什么 海军和空军的 很少 几乎没有空军的 海军的也比较少 陆军的是最多的 对吧 就是在美国各地 你都会发现这样一种状态 海军是什么最多 海军团队最多 而且当然普遍能看出来 这个空军和海军 退役以后 过的其实都还不错 海军团队退役以后 过的还 就是他们精神 如果没出毛病啊 就是陈军要回来 过的还不错 那只要是你精神出毛病 受了战伤呢 那大量呢 最后都会变成了狼海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好吧 那行吧 那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这方面的东西 再来跟大家说吧 好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